我挺多的一些正反馈是来自于病人给我的想法 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大于这一份薪水能得到的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用我医生的身份 作为当初那个桥梁让这个地方的交流更多一点 湾区的建设更好 我叫妙永瑞来自中国澳门 就读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皮肤科的研究生 然后也是一名皮肤外科医生 现在主要的一个职业范围是做一些皮肤科的手术 包括一些肿物的切除啊 还有一些皮肤癌症 我家里人曾经有一位我的亲人 是因为当时可能一些医疗的一些问题所在 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诊治 我就考虑说如果我要 以后要干一辈子的职业 我希望他有更有意义的 我想当一名医生 如果我到内地升学的话 可能有更加多去接触到病人 通过保送到中山大学的中山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就读 大三的时候就遇到我的导师 然后当时就是跟着他出门诊啊 去临床 看着他怎么做手术 也开始动刀啊 去缝线 我算是比较早的那一批了 本科毕业的时候 我就回到澳门 也得到了澳门的职业意识证 我们皮肤科做的东西 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但它需要做的比较精细 也要缝得很好 没有疤痕 每一台手术都是很惊心动魄 所以我可能会提前做看一下 这个病人怎么做 我应该用什么缝线 应该用什么缝红的方法 我就怕病人在我手上做不好 这个事情也是等后续慢慢的习惯了 有一定的经验 有信心了 但我做的时候还是会很小心 就一步一步的做 慢慢做也没关系 一定要做好 现在的状态可能就周一到周五 都会在内地在这边去读研了 出诊 周六或周日挑一天回到澳门那边去出诊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我想说我为什么那么累 我也挺羡慕看到我朋友们 他们可以继续聚会什么的 但后面是因为责任感 比如说我安门的病人跟我说 妙医生我约了你 你可以回来吗 我就觉得他已经是我的病人 他每次回访 找我都是对我的一份信任 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他们这种信任吧 还有一个病人他是刚来到珠海这边生活的 他也在这边没什么朋友 当时他是我的一个住院病人来的 然后刚做完手术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脂肪瘤 然后做完他的巴寒真生 我就有加了他微信 我们后面慢慢的 就还挺了得来的 就从病患关系变成了一个朋友关系 到后面他跟他老婆结婚 还邀请我去他去喝洗酒什么的 我觉得说其实对我来讲 我就很挺喜欢把我的病人们当做的朋友 我又帮到一个人 我觉得就很开心 回归以前的澳门的整个社会是比较动荡的 也没有说是现在自然的那么好 更加多元化 有更多的机会 机遇可以让这片土地更加去成长 我们两地之间的一个交流 是越来越密切 而且政治对我们来讲是个好事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放在澳门 你的机会就很少 你没有办法往外闯 我觉得是对于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想有往外发展的人的话 提供一个路子 我们不一定去外国 祖国就很多机会可以让我们去尝试了 我现在是澳门青年医疗人员协会的理事 也是广东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的副监市长 定期组织一些青年团 跟一些内地的一些医疗的一些人员去交流 就业找实习这种岗位的话 我也希望是给他们去一个帮助吧 以我自身为一个例子 跟他们说 其实回澳门不是唯一的想法 最终我就想留在湾区 留在这个地方去迎合这个湾区的发展 以后也让我的人生的规划也更好 如果要我为澳门回归25周年写一句话的话 我会写这一句 澳门回归25周年 愿意医疗科技创新 助力大湾区繁荣 公会国家健康新未来